一锤200金币的中午夜来了 一个暗影战斧 一个破决 一个反甲 一个宗师 最后再来一个碎星锤 银纹方面 我们就来搭配 十个一变 十个隐医 十个阴眼 召唤师技能 我们选择斩杀 进一步加强我们的收割能力 神装之后 我们的数据面板 物理攻击已经来到了850次 物理传统更是高达270 同时血量也已经接近1万 数据看上去很漂亮 接下来我们就来实战 试一试 前期二级 我们来到对面的野区 追击对面的辅助 被我放中单截狐 那我们就回头一个二技能 一锤给走地机 化成了150金币 回头跟随大部队 来一个斩杀 把嫦娥又送上了飞机 接着我们回头又看见了白旗 实化二技能 继续送他回家 前期我们的中午夜的伤害 就已经很高了 秒杀一众所谓的大战士 这也跟我们的明文脱不了干系 这套明文可以为我们的中午夜 提供100点物理砖头 可谓是一出门 我就无视了你的护甲 这套明文在前期 我可以给到四星吧 接着我们再上路日常清理冰线 此时我们双方都有了大招 我一个一技能冲到了他的面前 二技能一锤再次开启大招 瞬间送他回家 接着我们实化走地机 大招撞完一个普通攻击 他抓我不成反被我抓 然后我们来到中期 此时的比赛已经过去了五分钟 此时中路正在团战 我们拿下红buff之后 一个一技能就冲入了敌方的阵型 射手一个闪现就逃跑了 我们随后开启大招猛追 旁边的走地机受到了牵连 射手回到了塔内 我也追了上去一个二技能 把他化成了175金币 接着出塔我们又看见了嫦娥 又一个二技能 二技能立竿剑影 接了奇笑送他回家 这套名文和出刀在中期 二技能的伤害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 范围之大 只要你砸得准 在团战中定能给对面造来重刀 形势越来越逼近中后期 此时我们已经来到了12级 时间也悄悄过去了八分钟 我们堵在中路的高地塔 对面的翠皮只要一靠近 我就一技能实化 二技能带走他 他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即便是对面的肉出来 我们也要砸上一砸 白奇跑到的塔外 一锤把它砸成重伤 接下来我们开启大招 白奇回家 旁边的辅助也受到了牵连 坐上了飞机 我们追进塔内 对面的翠皮嗷嗷的逃跑 这就是二技能的威胁力 到达后期之后 我们的伤害可谓是高到了顶点 对面的翠皮 我们一技能靠近 二技能一下重伤 旋转再摩擦一下 带走 即便是对面的大肉腿白奇 我们一个大招 他半血就没了 二技能一砸 一个斩杀 瞬间伤害高达万点 接着后翼 我们只需一锤 太翼真人一锤也送他回家 二技能想穿墙 我们撞了 这一波头被墙了 不过没有关系 接着我们接着这一波 分析一下 后期这一套冥王河出装 伤害之高 比刺客射手还要逃 眨眼一个技能 对面就直接没了 可见中叶根本不是一个坦克 也不是战士 他从根本上来讲 他就是一个刺客 分分钟教你做人 送你回家的那种 后期这一套冥王河出装 伤害是真的高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波 我们砸完高地塔 走上了对面的高地 无自一人 无论对面来任何人 我们一锤砸过去 大招旋转起来 射手辅助打野 直接回家 接着我们一技能再次突进 实话洗尸 白奇想跑 背进塔内 一锤让他化成一百金币 我们拿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 四连超凡 这一波可谓是大局一地 对面已经团灭 总结一下 这一套出装和命纹 伤害高 秒人啥的不在话下 大家真的可以去试一试 好了 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是豆豆 我行 你也行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点赞